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介绍这八字 人虚己有丙武丙生 这个八字是在说 他的金到底是他的祭神还是用神 这个八字来讲 喜祭用神是常见的事 因为毕竟来讲 这是一个各说各话的一个世界 各说各话的一个世界 有的人说这个 又有人说那一个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八字 他的一个状况 我们还是一样要回归到五行申克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一个本命 他的一个本命 我们可以知道就是 壬水克冰火 然后他的地支 五火申戌土 申申有金 我们就可以知道就是说 以他的一个财运来讲 这是他本质来讲的话 金还不错 两个都好 但是我们要看一下 他现在是以示大运 大运进来 这个八字 他就出现了什么 第一个 壬水 一样克冰火 壬水 再生乙木 克己土 所以他这时候的己土 他伤了 伤了 然后以地支四身一合 一样 五火 生 我们可以知道就是说 他原本己土没有伤 这时候变受伤 然后 原本两个财 现在就只有一财 就是他现在所面临到的问题 就是他的一个财运 一直很糟糕 他的财运一直一直非常非常糟糕 怎么会这样呢 其实 各位你这样一笔 你就会知道了 你有两财变一财 食伤 对不对 又受伤 那就什么 顺财又伤心 顺财又伤心的一种情况 你这样一看就会知道 这一种情况来讲的话 最主要就是他的金扫掉了嘛 所以他的金到底是用神还是祭神 其实各位你要了解 真正的讲法是说 金是属于他的财运 这个金要如何去保护他 要去保护他 而不要让他变少或者是受伤 不要让他变少或受伤 我们可以知道说他现在是乙士 他下一注是甲臣 甲臣一样臣有何 臣有何来讲的话 他还是要少了一财 也就是说其实他的人生的一个财运的低潮 还有一注 可是各位你要了解 他只是在财运上的低潮 他的官运其实是没有的 他的官运其实是没有的 所以有的人就刚才讲 他的官运桃花不好 其实他已经结婚了 然后他也有两个孩子 官运没有问题 为什么 还是一样 有改变吗 没有 没有改变 所以 各位你从这一边就会知道 就是说 其实你假如从五行派里面的这一种比对的方式 你去比对的话 你就会知道 就是说 他到底什么是好的 什么是不好的 其实五个运都可以独立的这样子去比对 你这样子去比对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到 有些致敬来对某些运是好的 但是对某些运他是不好的 像你看 以火进来 火进来四生一合 对不对 他是不是就会对什么 对他的财出现了问题 可是 我们用另外一个五火 同样是火 他会火来生土 土来生金 他的食伤 火生土 他的食伤会变化 火生土再来生金 以五火而言 他的财运也不错 财运也不错 所以这时候你就会觉得 火可能是他的财跟食伤的用神 可是你假如用四火的话 他是财的祭神 对食伤没有帮助 因为他也生不到 所以各位你就会知道 就是说 一个致敬来 他一定会产生生克现象 这个生克现象 那生就会是对这一个部分 他叫做用神 克他就会对这个部分产生叫做祭神的一种效用 所以各位你就会知道说 没有一定的喜记用神 因为排列组合一旦变化的时候 排列组合一变化的时候 其实就不会再是你原来的情况 这时候生克现象 他是会产生大变化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时候 大家一直在讨论喜记用神 在网路上讨论这么久了 为什么还是莫衷一事 因为很简单 就是没有固定的喜记用神 一下子是这样子 一下子是那样子 只要有固定的喜记用神 我说过了 你只要活了最多12年就行了 就是十天干跟十二地支 你把每一年记下来 你就知道你好运虽运了嘛 但是你难道都是固定的吗 你又跟我说没有啊 对不对 你又跟我说没有啊 这个就是一个矛盾点 他就是一个矛盾点 为什么会没有呢 因为每十年你就换了一个大运 也就是说一个最主要的 的一个因素换掉了 这时候换掉了以后 你再进同样的字 会产生一样的效果嘛 有的时候会一样 有的时候完全不一样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五行流通后 所产生的一种现象 也就是我们常讲的 多变少就不好 少变多就会好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 拜拜